我們來看看WebDuner這裡面有哪些可以應用的 好 把自己縮小一點 這個是飛天女 真的可以遙控的 好 真的可以遙控 你點下去會連到那個YouTuber上 他就把它綁在那上面 不過這個重量不能再太重 不能再太重 還有不能有風吹雨打這樣 比較在受控制的環境下 不然會飛走 好 所以這也是蠻特別 那再來呢 我們往下看 裡面呢 還有15種加1 事實上這個很多 那麼像我們在學校我們就給同學玩一下 現在很多人喜歡玩樂高積木對不對 其實像國小也很適合 樂高積木就可以跟他合在一起玩 我們同學因為是四傳系的 最喜歡玩的就是這一顆叫LVD點綠症 因為他就喜歡把一些東西就顯示在上面 然後你就可以做一些 齁 不一樣的 那這邊可以看一下 好 中間的過程是不怪一樣 好 中間的過程是不怪一樣 它是Strake,Strake是一件事情 比較重要就是Demo 其實它比較強,比較內容 這些感測器,感測元件 或者是這些內容 那你就可以在生活上充用到 就比較不是說,單純就是玩遊戲 比較有遊戲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裡 這個 這個的話,這個套件各位 現在就沒有了,它有一個聲音的感測 所以吹蠟子也可以 好,這個是給您稍微參考 那這個就是一樣做動畫的部分 搭配我們手機 手機不是有三軸加速器嗎 你可以看轉哪一邊 好,那我們的LED上面的圖片就跟它動 就跟它動 好 這個是我們提到的就是 你可以在WeberDemo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同時 控控制走車 同時控制都能做裝置 前進 後退 停止 前進 停止 左轉 右轉 這樣等於說 我一樣是在網頁上 可是我的多個裝置可以很容易串在一起 就是我下一個命令 就可以大家一起動 所以這個是 它比較不一樣的 跟一般大家 印象中的相對不一樣 夾娃娃這個就先跳過吧 像這裡的話 還有加上一個馬達的 我們那個馬達的部分 開門 開燈 四五馬達 紅燈 藍燈 裡面這一顆就是三車 綠燈 那麼Smart上面那個是比較小的 關燈 可以用聲控 空車 你可以用行動裝置的 也可以單純 像我們現在現場 有麥克風 停下來 可以用聲控的 上面這個一樣是 關門 開門 所以這些可能跟平常大家看到的 Arduino的應用比較不一樣 這個又是更特別一點 它又包含 大家好 這是利用Webduino所做出來的 智慧服務服務器 影片裡 我們透過一個簡單的網頁 就可以在手機上 控制家裡的電燈 窗簾 或是大門開關 甚至接收室內的問濕度 同時 我們也可以透過不同的裝置 例如電腦 平板 監控家裡所有的電器狀態 以這個例子來說 綠燈就是打開 紅燈就是關起來 此外 透過FID紙卡 我們可以一次打開所有的電器 或是出門的時候 懶得關燈 關門 只要刷一下紙卡 就可以把所有的電器 與大門關閉 在... 那因為 Webduino它是透過網頁 也就是Java3 所以其實它的層次碼 都是公開的 就是在這邊 您可以從這邊 就直接看到它的 JavaScript 所以像剛剛那個 就等於說 我寫好的 基目層次之後 你可以自己去做修改 如果老師 您對於JavaScript的網頁 是比較熟悉的 就可以把它整正用在網頁上 或者所謂APP裡面 這也是跟一般的 Arduino 走的方式比較不一樣 好 那這個是 在這邊 那我們再往下 其實還有蠻多的 像這個呢 就是三台裝飾一起串聯的 這個是三個裝飾 把它 就是通過串聯的方式 I have a pen I have a apple I have a apple Uum Apple pen I have a pen I have pineapple Uum Pineapple pen Apple pen Pineapple pen Uum 跟Pineapple Apple pen 好 到這邊就好了 不玩就變了 哈哈哈哈 欸 已經快洗腦哥了 OK 那後面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我們就這邊 我就先離開 我們就不要看那麼多 老師有機會 您再回去再看看就好了 反正我盡量把一些 有用到還不錯的 給各位參考 那 這個 我們這一段我就先到 還是好好 天啊 欠順